而如果讲到吃呢 在中国大陆很多人担心会吃到黑心食材 这几年下来有机无毒逐渐当道 根据统计大陆的有机食品销售额 每年就以至少三成的幅度在增长 在北京甚至有民众自己租一块地来种菜 确保食物来源是安全的 而来自台湾新加坡跟大陆的美食专家以及投资方 都嗅到了这股趋势跟商机 纷纷投入无毒料理的开发 资认记者林婉婷 李黄龙在北京的报道 太棒了 你看 这是什么地方来的 距离的是吧 确甜的 这是一个让美食达人心跳加快 兴奋莫名的挖宝圣地 这家也不错 哈喽 这边卖的是东南亚食材 那个椰糖给我好吧 这是椰子皮 而一般人走进这儿则仿佛刘姥姥进大观园 罗旺子新鲜的有吗 有 给我新鲜的 我不要这个 我有连带壳的 看到吗 罗旺子 南洋特产应有尽有 就算你想买欧洲进口起司 来来来看看这家 一整个冰柜全都是 这是什么 这个是那个 我做我们的那个汉堡啊 我一定用两种以上的起司 三元里号尊是全北京最洋气的菜市场 一百多个摊位有来自世界各地最新鲜的食材 放山鸡 把它熬起来 还有放这个熬起来 哇 显示人间美味 无论是海底游的还是陆地上长的 这是迷迭香 迷迭香 百里香 各国传统菜市场里的新鲜货 北京三元里全找得到 而且还有英文标示 都是有机的 友善养殖的 对对对 你们没有那个什么 都没有吧 北京的餐饮业或是爱下厨的人 都喜欢来这挑货 而三元里的火热也恰恰反映市场趋势 主要是不是说叫进口 它是纯天来食材 人生来的食材 越来越多人追求 早期外国人是常客 现在大陆食安意识抬头 天然有机成了大陆小资族群追捧的指标 它象征着时尚安全 台路心三地美食专家 嗅到这股趋势 携手在北京展开全方位料理的饮食革命 卖点就是天然无天价 我这里的皮是特别特别的薄的 有好多不一样的口感在里面 就是说你嚼完了之后 口感里面觉得有好多回类型的东西砸 不用进烤箱 就是慢慢小火煎就出来了 里面有一些中国的元素 然后有一些西方的元素在里面 旅居意大利钻研厨艺近20年 龙哥最擅长东西何必 在冬天的北京是不是很难买到东西 很难的 而且现在市面上也不多 他和Bianca合作 把国外Farm Table 农人餐桌的概念端上北京 餐厅里自己种菜 莱克现采现吃 然后你们闻闻看的味道 因为这是绝对是一个卖点 绝对是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你看我们家的菜 几乎是85%以上 用的到蔬菜的都是这个蔬菜墙 所以真的供不应求 一整面水耕蔬菜墙 高三米 宽六米 是目前大陆餐饮业 启用的最大室内蔬菜墙 很多人看着看着 就走进来尝鲜 刚才我拍了很多照片在那边 有很多蔬菜都是自己在种的 然后看都非常非常的新鲜健康 对 所以我觉得用这种的 新鲜的蔬菜来做沙拉 那已经很难找 所以我家里的话还会在 就是外面也租了一块地 然后来讲对种 对种一些简单的比较健康的菜 然后供自己家还有朋友吃 为了吃好菜 还自己租地种菜 从这儿也可以看出 大陆新中产阶级 对好食材好食物的渴求 餐厅也开课 教小朋友做生蔬食料理 从小孩子开始 你要让他认识 他慢慢慢慢接触以后 他自己会要求他的父母 什么叫做吃的健康 他不一定要高大上 不一定要最贵最贵的食材 真的一个挑战是 你都不用这些东西里面 你能够把所有的原 就是一些fresh herbs 把它怎么去整合 变成一个很unique的味道 吃下去对身体也好 根据大陆产业调查机构统计显示 大陆有机食品的销售额 每年以三成到五成的速度增长 而在2015年的时候 整体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 500到600亿人民币之多 让蔬果做SPA 使用的水也有学问 它打臭氧水 所以我们所有的蔬果 在这里经过臭氧水浸泡15到20分钟以后 才拿进去做生菜 沙拉 打果汁 炒菜 所以所有的蔬果就是这一套去农药的残留系统 虽然无毒有机饮是正夯 但对业者而言 在大陆要取得多种类的有机蔬果难度高 根据统计市场缺口将近三成 我们可以讲绿色 可以讲无毒 但是要做到有机真的非常的困难 因为有机包括空气跟水 那你像北京的空气跟水 怎么做有机非常辛苦 大陆买严重 即便遵循有机栽种法 都还是有遭到污染的风险 有业者已试诺舍根蔬菜 确保品质 另外有台商业者 则是在末端处理食材的过程下功夫把关 这个是我们设计第一套餐饮专用的 食品安全的系统 这个铜本身它有杀菌 第二个铜是我们把它设计成 有点工业风 这是美观 从由原水进来以后 它经过食音活性炭过滤 然后再经过所谓的反渗透模式上就是RO逆渗透 铜管沿着墙边只通厨房 这个整个铜管 整个纯净水都进到我们后厨来 光是这套纯净水系统就斥资上百万新台币 而厨房师傅做出来的菜有故事 上菜楼来看看玄机 这个是北京很著名的演员叫冯远珍老师 他做的红烧肉 大明星的四房菜全端上桌 关小彤 国民闺女 因为她是北京人 所以这个豆酱现在是北京家家户户都吃的 业者真的找来两岸名人和大明星 传授私藏食谱 前后从第一道菜到现在十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有四十位左右的名人 有上百道名人家里菜都手把手地交给我们 无论是以名人当卖点 还是抓住新一代掏客 长鲜之鱼 更讲求食安的消费心理 来自四面八方的餐饮业 礼品差异化 注入中原 TVB新闻李黄龙 李婉婷 北京采访报道